歡迎光臨 瘋狂股市福利社 讓你的財富freefreefree 嗚 大家好 我是主持人Luna 我是主持人整整郭忠 嘿 來看一下技術派練武功 登登登登 學會這招就不用工作 這個標題好像很 很吸引人 很吸引人 而且這個標題好像很聽過 四成相似 為什麼 我們從最紅的裡面的點閱率裡面 我們重新再深入教學 單中完成教學第二集 一天賺三萬的密技大公開 然後我們上一集會在右上角 可以點擊資訊卡 是我這邊 這邊 這邊跟大家講 來跟大家講一下 點一下就到第一集 那點閱率很高 沒看過的話可以高一看 教學單元很少點閱率那麼高 這兩三萬以上 贈片有些有到三四萬 好不好 教學單元很少這麼高的 所以朋友們看起來 大家都想要一天賺三萬 好不好 我們不只要找一天賺三萬 我們要找一天賺幾十萬幾百萬的 這三位分析師 來來來來 第一位 林漢偉分析師 漢偉老師來 大家好 我是漢偉 那大家一天要賺十萬 你要把三集都看完 一集賺一萬 三集看完你就可以賺到十萬 好沒問題 我們這是第二集 考慮到第三集 好不好 這跟大家講 老師以前是做期貨教學的嘛 對不對 期貨也是很厲害 你說 對 所以期貨其實當衝更重要 當衝我覺得最重要的 重點就在說 你要看量價跟所謂紀律的一個操作 那當然我們在國外教授 會跟大家分享得更為精彩 好好 國外教授好不好 老師來第二位 來 謝一文老師 大家好 這個 我等一下來看看謝教授 有沒有講到 我們在盤中觀察的一些量價關係 或者一些當衝的一些所謂的 他不喜歡就幫他指證一下嘛 真的嗎 對啊 對啊 因為有些沒有天良我有天良的 我以為他要講他不行 你把他扶正 你講 可是 在他的樣子 他沒有什麼不行的 你一定要這麼 這兩個人這麼有激情嗎 沒有 沒有啊 這個觀念啊 觀念啊 你在想什麼 我講觀念啊 觀念扭一扭 對啊 好不好 這有什麼問題 沒有問題 對啊 對不起 我想歪了對不對 對啊 那你剛才講那個第一集是誰 古怪教授 謝謝陳彥老師 那一集是誰 那一集是誰講的 好像就是 是您嗎 是我是 不好意思 我想要確認一下 因為我怕 跟上一集那個講的觀念上 會不會有一些衝突 確認一下 就是我自己是吧 對 真的不好意思 真的不好意思 沒關係 好不好請古怪教授上來一下 好不好 跟大家講 來 學會這招就不用工作了 其實不用學會這一招 不想工作就不要工作啊 躺平嘛 對啊 不要走就不要走啊 我上很多講 還要學這一招 那麼累 努力要一輩子啦 沒有啦 躺平只要一下子就好 我躺平啊 我就爛了 喔喔 這個 躺下去拍不到 但我要先講啊 這個 確實是 是對的齁 但是就是說 過去我曾經 我那個 我之前做當衝 然後放尿谷那個故事講過了 放什麼 放旁邊放很多寶特瓶的故事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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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你就是為了要尿尿 喔 夜盤 你其實 說實在的 我們要進行這一集之前喔 我還是要先提醒大家 你的這個 這個 盤光功能還是要好一點 你以前看夜盤你就放 不一定啊 你白天你在做當衝 你 那個交易時段 坦白講你 不是說不能離開 還是捨不得離開 是喔 因為你會覺得 好像隨時都有機會 是 而且 有時候 就這個就進帳 當然你會捨不得 可是很刺激 壓力也很大 真的真的 你看 很像季鼎老師的背影 那是季鼎老師嗎 有感覺 背景有點像 不想跟我們講話 不知道為什麼 不敢轉過來 跑完三鐵啊 幹什麼 有勇氣就轉過來面對我們嘛 是不是 好 那我們就來討論一下 人家已經就是不想幹了嘛 不想工作了嘛 真好 我們來討論一下 到底怎麼樣去做當衝 真的有機會 我覺得一天上萬 並不是一件很困難的事情 但是你的觀念要正確 你的操作的步驟要正確 態度啦 剛才這個漢文老師講到的 你的紀律這些 我覺得真的是很重要 非常非常重要 記憶其實有說最重要 可是在基於 有完整性的紀律的情況之下 你有些指標要看 我們慢慢來看一下好不好 對 我們來看一下 其實學會這個 我跟各位講 你一天要賺一萬啊 甚至你要更高 我覺得其實都不是很困難的事情 你講得很簡單你行嗎 你在起握市場 能賺到錢嗎 你現在瞧不起人是不是 是不是 怎麼樣 你現在瞧不起人是不是 要幹架是不是 要我證明給你看是不是 來吧 好 這樣我們就把領帶 不要激動 好不好 我們這是文周周老師 文周周老師你是分析師 啊 是是不好意思 是不是 那我領帶要不要再打回來 幹領帶啊 幹領帶 其實我們塞這個 塞這個井是因為 剛才他穿綠色的你知道嗎 對對對 那個木透掉了 也還有啦 就是綠色可能大家看了會覺得有點 對啊 這個行情這樣子 好 那趕快進入正題 憲文老師笑得很開心 對對對 趕快進入正題 正題好不好 基本上剛才漢文老師講到一個重點 期貨很重要 是 好我為什麼要講期貨很重要 單抽裡面期貨很重要 非常重要 因為他有時候領先指標影響台股跌 對 我先把這四個點先講 好 然後我再詳細來更做明 第一個你要有個領先指標 這個領先指標不是 任何的技術指標 而是在期貨身上 但是怎麼看 等一下我會再講 然後判斷台股今天是要做多還是做空 沒錯 這個可以看得出來 但是不是只能做多而已喔 沒錯沒錯 第二個就是說 那你要做多 股價在均線之上 嗯 你要放空股價在均線之下 我覺得這個觀念要有 但是呢 問題是市場的狀態 我要做多的時候 市場的力量 是不是也比較傾向於偏多做 我們有一個很即時的東西可以觀察 期貨的籌碼 還有大盤的籌碼 期貨有沒有做空做多 然後現貨是做多還是做空 還有股票個股的部分 因為你單抽你做個股嘛 是 對不對 那這個部分 這個市場的買賣的力道的拉扯 當然最後我們整體來講 如果都偏多 我們當然偏多做 勝率是相當相當高 是 那如果都偏空 往下做 對不對 所以如果今天偏 我要偏多做 所有的 這個盤面的訊息也是偏多 其實拉回也沒關係 這時候還是可以找買點 那做空當然就反過來思考 好 那我們來帶大家 因為講到這 你可能有一點觀念 但是 因為教學單元 我覺得還是每一個步驟 我們詳細的來說一下 第一個 我先教大家怎麼去觀察 就在盤面上到底怎麼看多空 一般來講我們開高 走高 這是一個好的行情 可是實際上 很多行情是反應在哪裡 反應在幾個 三個東西 這個有點難 所以請主持人這時候 不要一直插嘴好不好 要不然等一下呢 我會 又沒辦法解釋 沒辦法接下去 不能插嘴喔 當然 哎呀 這個 吃東西還是插一下 對對對 好 他這個反應接得很好 你看得出來 為什麼他當主持 謝謝你 對對對 真的非常好 你一直在插嘴幹嘛 趕快講正題啊 第一個是什麼 總圍買口述跟總圍賣口述 圍買是什麼意思 就是我委託要買 可是你想 對 我這裡來講一個觀念 就是我總圍買就是我想要買的人 他會掛單在那個地方 是 那如果想要買的人 想要買的人比較多 當然 表示大家的想法比較偏多 是 可是這個是第一步 那如果想要賣的人比較多 感覺上市場應該是比較偏空 但是我講這是第一步 為什麼 因為這時候想要買的人 跟實際在買的人 是誰 這有落差 因為很多人做期貨是一口一口下 像我 就一口一口嘛 我們這種小科 而且我們還做小台 有沒有 那你去統計我的想法 沒有什麼意義 但是我們謝一文謝老師 他做大台 他隨便下就十口 五十口 四口太小了 一百口 不要開玩笑 那這種下單的規模思維 人家是一家四口 他外面幾口啊 其實我跟你講喔 他上一集有透露 因為他說他在航空界的朋友 一家 就是一個空姐 二十口 就是一個空姐 二十口 我已經猜到了 好 那這裡呢 意思就是說 我總微買的口數 減掉總微賣的口數 再來以後我們要看的是什麼 叫做均啊 平均嘛 大戶下單 這個微買的部分 十口十口十口 一筆是十口 還是一筆是一口 對 這個觀念要有 所以這兩個 如果一筆 是總微買的口數多 微買的均口 也比較多 那代表OK 那代表是大戶進來 懂我意思嗎 微買口數 大於微賣口數 微口差是正的 可是 微賣均口 是負的 負的 代表是 散戶在做多 對 大戶在做空 那這個到底是多還是空 這個比較空 可能要開拉扯 但是一般來講 可能稍微空 但是也不是這麼 這麼大的一個行景 要看數據 要看數據 不是那麼大 差距多大 那另外一個當然在我們往下看 叫成交比差 什麼意思呢 就是說 內盤是什麼意思 就是比較低的價格成交 外盤是什麼意思 比較高的成 價格成交 對 所以如果說今天 欸 往上 我們上面講的這個微買的部分 每一筆出去都是大單 然後呢 外盤成交比數又比較多 代表什麼意思 代表交易期貨的人 他是在追價的 我跟各位講一個觀念喔 大部分在做期貨的人 尤其是比較短線操作的人 我們不要講外資 因為外資 他是很大的單子 找一個時間點 全部敲完 期貨是要追價的 期貨 你是掛弟弟買的人 突然都是菜鳥 這個跟追女朋友一樣 你要主動出擊 對 譬如說你要約他禮拜六 期貨沒在低掛的啦 譬如說像你看 我要追LUNA的話 我們要主動問 好 對 禮拜六 OK 可能要拿號碼牌 拿號碼牌 這個回答不錯耶 奇怪耶 今天怎麼要拿號碼牌了 那我想請問 牌前面的有誰 對不對 我一一的想辦法把它弄掉 是不是 所以我的重點是什麼 期貨的交易 一般來講是主動出擊 是 那如果是主動出擊 我們就 這個內外盤成交的 這個概念就很重要 好而且這個內外盤 真的很重要 很多期貨指標都是內外盤 對 那其實幫我們移動一下 比如說 在這個我們的資料上面 這邊 現在你都有統計的 犯大好不好 都有統計 那我們以這個為例 我們大概來想一下 你看口述 是負的 代表什麼意思 尾賣的比較多 尾賣比較多 是不是大家比較偏空想 我說以這個資料 以這個資料 然後再來 那這個 韋君 好像想要放空的那個 每一筆單的口數比較多一點 對 然後也真的 大戶好像在做空 對然後你看喔 上面這個是 成交比差 紅色是偏空的啊 記得喔 因為是內盤剪外盤 內盤好像真的是 這個就是 比較多一點 對 外盤比較少 所以這樣 這紅色是負的喔 紅色代表空喔 沒錯 這綠色代表是空的喔 來 所以整體看起來 我們在我們稍微讓我看到 三個都是壞球 對你看喔 為什麼他後面往下掉了 有點開高走低 所以如果你用開高 就想說他是做多 早期不是有那種什麼 什麼什麼 開盤八法 開盤八法 哎呀這個 過時不要 也不是過時 就是說 要與時俱進啊 他都開盤十六把 喔對 所以我覺得你 這個才是真正市場的動態 是 所以這一招你要學起來 好 這其實就是剛才漢文老師在講的 期貨的一個重點 好 這個我也是跟他偷學的 好 然後我們來 再往下看喔 那再來呢 第二四是什麼 第二四是什麼 就是說 均價 有一種均價 我們現在不是在講那個什麼 20日均線 不是喔 均價 就是當天 因為你當天一直在成交 你就會有 你當天的價格為主啦 對對對 其實有時候 昨天的技術線型也不重要啦 沒有 因為你做當衝你管 你管昨天 我問你啦 在 禮拜一的時候 你去看 上個禮拜五 就我們講這個禮拜一 我們去看上個禮拜五 你不會覺得今天會大跌嗎 是 可是如果禮拜一大跌的時候 你是不是要順著當天的狀況 是 去看那個均線 好 這個是均價是當天的交易價格 沒錯 當天的喔 當天的 好 這個是第二個我們要注意的 第二個我們要注意 好 那我們往下看喔 在這裡很明顯你看有沒有 像這個股票 什麼名字不重要 重點 這個你看當天的價格一直維持在 當天的均價之上有沒有 這就是一個相對比較 強勢的一個股票 這個就是那個啊 就是均價嘛 對 就綠色這條線 均價線 他把這個均價線是一個支撐 不是什麼五日均線 二十日均線 他就是當天的 平均價格 然後的一條 的平均線 沒錯沒錯 然後呢你再看喔 這一個 這一個 有沒有 這也是嘛 那你看往下 一直往下 那這個就是 比較偏空的一個情況 好 這邊就是這個 這個就是均價線 好不好 均價線就是 當天的每個時刻的平均價格 沒錯 成一條線 對好不好 那我們繼續看喔 第三式 第三式 好 第三式 這一次呢 這麼多式你受得了嗎 你的體力可以嗎 還好吧 可以喔 我想說你只能一次啊 沒辦法一直這麼多式 一直變換下去啊 應該體力OK啦 可以可以 我想想我們節目進行的時間 可以可以可以 三三三四都沒問題 OKOK 好 那第三式是什麼 就是我們要來看內外盤 是 那很多人會誤會喔 說 那在這裡成交就是要買嘛 那在買進這邊成交不是比較好 我跟各位講不錯了 我們不是看等待的人 我們是看主動出擊的人 也就是說 我今天想要買股票 我的量很多的時候 坦白講我不是掛單等耶 以前我在這個投信的時候 還有我在自營部的時候 我們以前要買股票 我是不會在意這一塊錢的 是不會在意這一塊錢 不會在意這一塊錢 我的目標是 我要買到 我要買幾張 重點不是我要買幾塊 這個 這個可能讓大家理清一下 了解 所以如果是在右邊這邊叫 賣出價像589 590 591 成交的話 那就代表有人很主動很積極的 在買進買進買進 但是如果是在 左邊這邊 588 587 586這邊成交的話 代表有人很主動的在賣出賣出賣出 是 所以我這裡的觀念是說 如果今天我要 我前面 去年啊 長東啊 什麼陽明萬海有沒有 那什麼凱基說張哥啊 或很多人做當中 對沒錯沒錯 499 499 499 然後挺準的給你487 沒錯沒錯 那所以如果今天我看第一個 這個期貨 大盤整體的狀況是不錯的 然後股票也在均線之上 那我就確認一下 真的耶 就是大家都用這個很積極的價格在敲進 那基本上是沒有問題 你就可以趕快來買進 但是如果說期貨的表現不好 然後呢 這個股價又在均線之下 那你就要透過這個內盤 你看喔 像這裡有沒有 是 微買590嘛 微賣591嘛 好 那成交在591 對不對 我們放大好不好 對 來 微賣590成交591綠色的嘛 對 所以你看喔 所以你看右邊他這個成交 是不是給你用一個紅色的 比較高的 但是因為 這個590比較對的 你看590590590 再看這邊啦 紅色綠色 如果這個綠色越多代表是內盤 紅色比較多代表外盤 對 所以他會價格往下跌嘛 對 一個積極不積極 紅色代表積極啊 綠色代表不積極啊 純粹偏空啊 你講出來 聽了覺得怪怪 好 沒關係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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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去我講什麼話你都講歪了 對對 就像Luna好像對你微笑一樣 你以為人家對你怎麼樣 對你是要跟你邀約喔 你剛剛邀約你被都不行 如果不是他為什麼要跟我笑呢 他怎麼會笑 我有特別觀察 他對其他人沒有這樣子啊 有有有 沒有喔 來跟大家微笑一下 來Luna看一下 因為你現在 因為你現在鏡頭take他 他當然會笑啊 你這樣太可憐了 而且他笑得更開心喔 這太可憐了 來Luna對一下那個 另外一個老蟹 來對他笑一下 你看 太可憐了 我覺得他比較喜歡老蟹耶 沒有沒有沒有 你們有誤會誤會 所以你看喔 如果微賣微賣 就是用這種角度去思考 對 對所以你看他這個 成交量那邊是綠色 代表現在 其實 賣方很積極在賣 是 所以就是從微賣口述 期貨也可以看 對 然後一些 微賣微賣的觀念很重要 還有微賣微賣很重要 內外盤的觀念很重要 很多人在這個地方 他是弄錯的 最重要是期貨的微賣微賣 沒錯 很重要嘛 喔 期貨你是 期貨有傳的一些 數據微賣微賣 還有現貨的微賣微賣 也很重要 對老師 這張Cue了 這個他用這個方式 我們自己也有在看 那 不只是當衝 不只是當天是否強勢 他這個連隔日衝 一兩日衝 短線上也可以這麼看 好 我就是做到你 剛才你看Luna跟他一笑 現在精神都拿 對啊 他在發呆 他在發呆 忙著表現 他在發呆 我最用 我是真的講真心話 因為我們自己在看 短線的強勢股 我們也是這麼看 真的 你剛剛 現在所講的都是很 很真很重要的事情 對 好 我們來看 記憶一下下一個 我們來看 當然 單通經驗指標怎麼看 稍微舉例一下 譬如說 當天如果盤勢 相對來講是比較強的 是 那當然 先用期貨嘛 我覺得 現在大家做當衝的時候 不要陷入一個叫做 見數不見鈴 什麼叫見數不見鈴 就是 我看這個股票很強 我就決定要做多 可是大盤不好 其實 你是不要見Luna 萬七肉依啦 就是有時候主持人在主持的時候 不要刻意想要做一些那種 不良的這種轉移 無良的哏對不對 沒有天良的哏 然後我們也不知道怎麼見 其他來賓也覺得很尷尬 然後這個製作人不知道怎麼剪 要剪掉你也不是 只說時間太長了 對 對 抱歉抱歉 第一個我覺得 期貨的狀態還是要先看 大盤 然後再來呢 如果說這個盤 個股是覺得確實比較強 你只要確認一件事就好 就是外盤比 是不是比較強 如果是我覺得 找 有壓回都要趕快進場 因為一個股票你要一直漲上去 坦白講很不容易 甚至找跳高的 有時候多班強勢的啊 你要做多的話 其實找有跳高一點點不錯 對沒錯 不要連開低走高是很少見的 你稍微讓我這邊 你看有沒有這裡有沒有 你看他單量 單量是不是紅色 都是紅色 而且他出現的這個 買進的單 這個張數都比較多 不少喔 當然我還是建議喔 就是說 當時大盤的狀況 用期貨去判斷 是多還是空 一定要 你要今天 你要先判判 判定大盤多還是空 對沒錯 你知道今天大盤做空 你硬要做多 硬要做單數多 其實不是不行 但就說 但就說你的敏感度就要更高 機率他勝率 你要知道勝率會比較低 你的敏感度要更高 就不建議全力 全力做單數 沒錯因為有時候有些股票 前面很好 後面會突然擊殺欸 是 從大漲到大點 昨天那些股票就這樣子啊 大漲啊什麼的 沒錯 然後呢當然 開盤跳高是 強沒有錯 那我覺得還是要注意一下外盤比內盤比 那有時候如果你自己沒有把握 我特別這裡我特別補充一個 就是外盤比雖然比較高 可是你發現成交的 單量都是那種一張一張的 當然我 你說那種高價股這個沒有辦法 那你如果說 像這種80幾塊 然後 就是外盤成交 可是都還是一張一張 我覺得就再觀察一下 還是觀察 就是你至少外盤成交比較多 但是量要大 對我覺得量還是要大 要大戶的感覺 好不好 而且要站回這個均價線 沒錯沒錯 你站回這個均價線這邊做買點 好不好 好 最後來看一下 最後來 就單充的一個教學 有空的喔 那你看空的可不可以做 可以 你如果說大盤走空的時候 選偏空的標的來做其實是很好做的 然後最好是期貨指標 對 然後呢外盤比這時候要比較小 其貨指標偏空 對 對 外盤比較偏小 對 然後這時候 這時候呢 呃成交單量綠色之外 老師你看要放大 就像你剛講的要大量嘛 對 但是因為這個是收盤 收盤 但是你舉的概念是對的 如果我在船中有出現這種綠色 而且量很大 這邊有綠色 對而且量很大的話 那我覺得 基本上毫不猶豫啦 好 就毫不猶豫了 好 好 那這個 這個標的來讓大家知道 也是跌回均價線 在均價線 這附近又有點葛蘭比巴大法則的感覺 對 沒錯 每天看K線 你不如看這個單日感覺 有點K線的感覺 做當中其實 你還是要對盤中的敏感度要比較高 先看大盤 所以之前我們那個 教學 第一階段教學的時候 沒叫你要看大盤 現在我們要告訴你大盤怎麼看 對 然後準備一些寶特瓶 但是你不要 買那個寶特瓶礦泉水 塞不下 那就直接 就想尿尿 你要直接拿空的啦 不要先喝了一堆 老師你應該什麼都可以塞得下吧 對對 這沒有問題 這沒有問題 謝謝老師的誠實告白 好不好 老師那你有什麼問題想要問的 還是補充你的 大盤運動的話 你這個唯買唯賣的口數 你要看當天行情很大的話 就是唯買大於唯賣 大概3000口以上 3000口 對就是多頭行情會力道比較強 另外所謂的唯買的均章 跟唯賣的均章 如果這個數是 來到0.7到1以上的話 當天通常會有大行情 不然多跟空 你就可以用這種方向來做的 哇0.7到1喔 哇謝謝老師 你看實戰 人家實戰教學咧 謝謝老師兩個 都是騎握高手啦 好不好 今天Luna一微笑 怎樣老師也覺得說 應該要奮力一搏 要舉起她的牌子 牌子 牌子 不然舉起什麼 好不好 謝謝你 謝謝老師 來來來 學位這招就不用工作 單衝完整教學Part2啦 一天賺3萬的秘巧 秘技喔 大公開 所以一定要記得喔 同朋友一定要留言喔 他什麼問題要留言 按讚 好不好 留言就麻煩至少按讚 拜託各位好不好 瘋狂股市福利社 讓你的財富Fre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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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oo